現在有AI的幫忙 免費的線上資源也多 翻書學會比較慢 這邊整理了一套 從無到有到熟練的方法 不用花錢就能變成高手 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恆 未來什麼工作會被AI取代掉不曉得 但是會寫程式的一定排在很後面 學寫程式就只有兩個步驟 不管任何程式語言都適用 第一 學基本語法 第二 增加熟練度 這兩個條件完成之後 再來就是應用而已 首先學習第一步 請到W3School這個網站 這邊有各種的程式語言 如果你是對網頁有興趣的 可以先學HTML、CSS 他們是寫前端網頁的基本功 再來可以考慮JavaScript、Boostrade 前端網頁大部分靠這些就能夠組成 我假設你想學習的是Python好了 再次強調其他語言也可以用這套方法 我們選到Python的頁簽 左手邊會有一個Tutorial的部分 這就是這個網站好用的地方 需要的學習步驟 它已經幫你排序好了 你只要從第一項一直往下學習就好了 如果你是新手 那麼學完Tutorial的部分 就可以前往下一個步驟了 因為在網下的File Handling、Python Module Python Math Prolib、Machine Learning等 都是屬於運用的部分 當你的程式功力有一定的程度再回來看 或者也不需要再回來看 可以直接問CheckGPT就好了 比方檔案處理 你可以問請用Python提供給我檔案處理的方法 它就會跳出結果 當然基本功要先練好 才會知道怎麼把功能整合到系統裡 再來是 它的每個章節都有Try it yourself的部分 如果你是新手 或是程式技巧沒那麼熟練的 強烈建議 就是要照著打一遍 如果你已經有一定的程度的話 那可以用看的沒有關係 因為你只要知道到哪裡找資源就好了 當你讀多的部分完成之後 就可以直接往熟練度前進了 因為邊練邊學才會快 到這個步驟 請使用Litcode這個網站 它的註冊是免費的 免費的螢幕就已經很有深度 數量也是會讓你刷不完 如果你是完全的新手 建議就是從Easy 一題一題慢慢刷 等到你覺得自己有變強的感覺了 那我們就要尋求效率了 建議可以過濾條件 針對Top Interview Questions 去做刷題的動作 當然也是從Easy開始 如果你已經刷完了免費的Interview提醒 而且你是以Google Facebook等公司為目標的話 我建議可以購買Premium 因為它有針對公司進行題目的過濾 可以讓你刷得更有效率 每一個題目都有別人提供的答案和做法 但是我們需要更有效率的學習方法 這時候就可以搭配ChatGPT 請到OpenAI網站去打開它 我們先看看OpenAI Example的部分 ChatGPT有幾項能力是非常適合利用它的學習的 像是Python to Nature Language 它會把程式碼用口語的方式表達 ExplainCode 就是你把整段程式碼丟進去 它會給你組行的解釋 然後Translate Program Language 它可以幫你做程式語言的轉換 比方把Python轉換成C++ JavaScript C等等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能力就是 Python Box Fixer 如果你一直搞不定自己的程式 哪裡有問題 就是直接開大招 把整段程式丟給它 它就會馬上告訴你錯在哪裡 需要額外說明一下 這個功能不是只有針對Python C或C++等等都可以 只是它對Python的辨識度會比較好 所以該怎麼有效率的使用它呢 我建議是以下面這個步驟 而且不會因為卡關就失去動力 這邊以第一題為例 先選擇要使用的程式語言 看一下題目 英文不好的也順便這個時候練習一下 因為如果要進Google 英文好像是第一個門檻 而不是程式設計 如果題目看懂了 也大概知道怎麼寫 當然就是直接給它寫下去 試試看 寫完之後右下角 有一個Run 先執行一下 看看基本的車項有沒有過 如果基本的車項都過了 就可以按Submit 上傳結果 這時候也有可能會有失敗的狀況 因為它會用更多的車項去測試你寫的程式 而且執行的效能也會被考慮進去 如果程式跑太久 也是會被判定為失敗 如果不是效能的問題 可以到TestCase的地方去設定測試的殘疏 然後再執行Run去測試就好了 自己測試通過之後 再按Submit 結束這一題 如果試了幾次發現一直解不出來 那就大招直接開下去 把整個題目複製 貼到ChatGPT 答案很快就跑出來了 但是這個時候不是要你把答案貼回綠口 而是你要理解一下程式的做法 思考一下 跟自己的想法有什麼出入 ChatGPT給的答案通常都是對的 但不一定是最完美的 不過都到了要求助它的地步 它的解法一定比自己的好 那我們就先學下來再說 這邊也建議要拿出紙筆 自己模擬一下程式的流路 會比較容易了解 思考之後再回到LiCo 想辦法用一樣的邏輯寫出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一直發現自己寫的程式有bar 但是又找不出來 沒有關係 大招是什麼 把程式碼複製下來 貼到ChatGPT上 它會告訴你錯在哪裡 而且 直接就修正好 另外如果你完全是新手 而且確定想學寫程式 個人是建議先付一個月的助教費 ChatGPT給它訂閱下去 大概是600多塊 主要是它的回應速度真的快非常的多 訓練一個月之後你也許就不需要那麼快的回應速度 那就可以先推定它 個人覺得還蠻划算的 投資在自己身上的錢永遠都是值得的 就這樣反覆做題 在經過數十題之後 你可能也許大概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有比較厲害了 再來就是每天播出一些時間到禮蔻上練習 不知不覺就會越來越強 當你變得更強之後 你可能就會發現 原來自己會的東西 還真是有點少 然後就會發覺要 繼續學習 然後發現自己還是很弱 然後繼續學習 一直循環 如果你會進入這樣的循環 那表示你真的很適合做軟體開發 因為這樣的態度是非常好 好的 之後再製作程式設計相關的影片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